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我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这个倒闭潮 我自己觉得到现在的情况 其实做生意的事情 每天都有店铺倒闭 也有每天都有店铺继续开张 同意 这是很正常的 每间店铺总是有句话 有人持官归顾你 有人漏夜赶科长 是的 如果我们只是看着收拾那些 看着他们一间收拾完又一间的话 我看到有些人会怪特区政府 或者可能怪社会有什么问题等等 说到底 但是真的还有些人的店铺和生意 真的很旺详 我举个例子 就像权法那样 疫情的时候 因为酒楼做不住 转型做了两送饭 现在甚至乎看到最新的那间 好像开在铜锣湾 而且不怕贵租 都照租 很有信心 连贵租也肯租 还看到当区的朋友们 相当高兴 觉得自己这一区 终于有些 CP值高的美食 可以吃得到 今次回来想说 这个叫做龙堡酒家 在观塘广场的店铺 就说要倒闭了 看到有些网民 其实就是在前身倒闭了关注组 现在就叫做全港店铺结业消息关注组 其实这个关注组的热潮冷却了 没有之前那么夸张的时候 真的证明了 大家都明白 在转型期 看到最新的 说这个龙堡酒家 有人就贴了他 一张结业通告出来 那就写得挺特别 本店开业至今 走过重重逆境 艰苦经营五载 至今仍未走出局带 实际前路茫茫呀 哇 看到这里 真是相当之悲情 那我们 回首一下 苦苦艰营五载 就是我们拿着手掌 有五只手指 就算数了 就是由2019年 到今时今日 都未叫正式走出这个局的局带 你可以从2020年数起都可以 似乎跟疫情相当大的关系 其实 阿龙堡 对 疫情是很大的打击 为什么 然后你又 运动不上来呢 老实说 酒楼这家店 我自己觉得 不知道各位茶客的印象和感觉是否一样 如果你去那里喝茶的话 你是会继续去的 是吗 真的吗 我自己也是 尤其是屋邨那些 屋邨酒楼 通常早市都很多人下的 而屋邨的人 又不会专门走过去 另一条村的酒楼喝茶的 虽然你吃来吃去 都是吃回那些的 不外乎都是什么 虾胶烧买 逢爪 鸡包仔 叉烧包 那些叉烧酥 大中小店 粉果 你会记得他大约有什么点心 有什么点心是拿手 或者是吃习惯了 而且很容易计算到 你约网多少钱 如果今天 叫了粉果 因为这些是小点 那些是中点 你说全部都是中点 不要紧 在我的印象里见过有些小点 可能是小一点 那先回来 起码你不用喝茶的时候 要看看 不知道这间是中点 是什么点 这个是什么点 可能就影响了 你碳茶的雅致 为什么这间又不行 我想疫情打后 受到什么影响 有些人就可能说 叫北上消费 其实很多都会这样说 我们再说 无奈决定本月 12月1号 星期日结业 在此感谢各位贵客多年来的惠姑 大致上就写了 其实他在11月24日出了这个告示 大家就立刻想到 5年他多苦 我们可以看回 他不是没有尝试去努力过的 我们看到他那些点心 看起来都可以的 也挺帥的 试试看 虾也够大粒 烧买 这个挺帥的 这个是蒸排骨 对不起 这个创意度是有的 但是接受程度 我不可以了 我来吃排骨 为什么腸粉和南瓜 是比排骨多的 我想他每一种都放在这里 可能各样东西都可以给大家品尝一下 所以你看到 真的 不太行 这些肠粉吸收了猪油的味道 就会特别好吃 不知道会不会 可能会这样说 我们看到有时点心 可以 你们有些创意可以的 我们最近讲开点心 之前有位点心师傅 就是前点心师傅 不知道他还没有做 他也有分享点心界的知识 给我们听 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其实有很多功夫在背后 例如肉 又要怎么样 什么虾饺 又要蒸几多分钟 如果蒸太久 又会烂 或者蒸四分钟 易熟的就放在上面 难熟一点 例如排骨 放在下面一些 例如蒸鱼韵 放在比较低的位置 这样就容易处理 所以其实 某程度上 一点都不简单 现在还有没有那么多点心师傅 还是有一些已经在工厂做了一部分 例如拌好一些味道 只不过是放在不同的碟子里 排骨 例如像这些 灌汤饺 也有 这些很棒 不是间间有做的 我记得很小时 我以前小时住的屋邨 那个酒楼 就有这样做的 不过我是最先吃的那种是没有汤的 那些汤都在饺子里面 然后后来 大约我印象之中 90年代就开始兴起 灌汤饺子里面就变了有汤的出汤 这种我想都是90年代开始兴起的那种方式 那些汤就不只是灌入饺子里面 在外面也有汤 这种不是间间都可以吃的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工序多还是什么 这种也开始少了 以前的灌汤饺子就在里面 说明是灌了进去 灌了汤里面 后来好像画面在看这些 是不是叫做逆炼灌汤饺子 即是在里面 你刺穿的饺子 那些汤就能进去 那就逆炼了 即是倒转 这样 是的 很惨啊 就是说前路茫茫的那些 看到他这样说 我觉得是挺心酸的 他又不是没有努力过的 例如他就做这些 东江盐焗鸡 10元一只 5元半只 不过有条件的 2-5位半只 6-10位一只 即是用这些抵食的鸡 就吸引你来 起码有一味烧菜拉上补下 那就便宜了 对吗 是 但是这种方法 你是虚的 虚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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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不能够 经常都出鸡 是吧 可能有时大时大折 那就出鸡 10元鸡 这样 那话说 可能我们 对这家鸡 认识钱 但是 九龙城的 龙堡 都有不少的 艺人会去吃鸡 例如 周润发 曾华线 安德尊 大王 都会去吃鸡 不过2011年的时候 因为业主就收楼 令到九龙城的分店 就要结业 还说当时冬主在酒楼门外 就有 当然不是真是血了 用红色的颜料写血书 控诉地产霸权 我们也看到了 13年过去 当时要写血书控诉地产霸权的老板 这次 可能十年人士多翻身 都没了以前那种 杀气还是霸气 可能是年纪再大了 人都没有以前那么进取 还是敌不过这个时代洪流呢 也可能是 因此 就说他这次走去是悲情版 因为以前是激进的 血书和悲情结业通告 对比很大 也是的 我想他也不想再做 会不会是不想再做了 据说现在还有好几家 深水埗总店 宋皇台店 葵方店 葵冲行景店 究竟是日后 其实很难的都是苦苦经营 其实看到一些网民留言 都蛮捨得 虽然是很令人很疼 逐一点说一句 但是又很现实 有时我们要接受现实才行 他怎么说呢 晚市没有客 婚宴又没有客 真是做一条毛毛吗 那又是 你想想 你结婚 你说 Merry你结婚了 在哪里放酒 龙堡酒家 我想 真是被人笑了一世 对吗 我好像没那么高兴 为什么找一间听起来的普通酒楼 都在什么酒店放 就算不在酒店 也要来那些什么 黄府 或者在I Square 酒楼有点海景 迪士尼也好 迪士尼太贵了 很贵了 不过 有些人现在就说 迪士尼是什么的 那个字 免得被人过来诽谤 或者过来的麻烦 总之不知什么 是负面的 是一个字 很浮浮到爆炸 那我这么多说就算了 一天 都是在我们拆开 讲开结婚饮宴 其实 真的很好收拾的 你整晚 钱又够大 而且 是 主机 全部都是一色一样的 对吗 整晚都是服务这帮人的 全部都是同一时间 起赛 准备 到备料 那晚 简直 真是 开心 Happy 好 那说回迪士尼 就是因为 郭晋安和 欧善 而 大家就明白了 是 不要了 好像他这样就死了 拍了一些照片 不是的 很多人都在迪士尼 摆过去的 他们不幸运 那我们先回到这件事 那又是 对呀 婚宴这些很好收拾 好收拾的游泳位 你又做不到什么 因为我记得 以前在酒店 讀书的时候 拌散 就做饮宴的 那些侍应的那些 就是帮忙收拾来收拾去的那些 但是我经常都是在主价值的 就是看着 那麽好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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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多利是楼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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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了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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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土岸焗龙虾,这个是澳洲龙虾,三百九十八元一份 你想想,加上一份就起码都四块多水 然后再加上茶戒这样那样,记住,好吃就好吃 不好吃那怎么办呢? 立刻等待的男孩,丢掉自己的什么 丢掉自己的腹袋 你再看看,晚饭煮食,整个炒粉面饭,又够多少水 这个贵啊,瑶柱蛋白炒饭,一百四十八元? 好像都差不多了,我觉得可以 走流嘛,我也觉得贵啊,很贵啊 贵是偏贵的,但是要功夫的嘛 大师傅煮给你吃啊,听到就值回票价了 神乎其妓地炒给你吃的嘛,对不对? 你看到这些,样样都这么厉害了 都是那句,吃完不好吃,或者失望的 吃来吃去都是祸来的,没有肉的 吃到妈妈的声音,埋怨单,顶住一条气 一边走,一边讲嘈喉 那怎么做呢? 所以性价比呢,老实来说,真的差点了 你看到两宋饭为什么赢呢?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三条油墨菜都八十八元起啊 其实都挺肉赤的 起?起到像你啊?那么贵? 很贵啊,不过 都没办法啦,像一间酒楼开黑冷气 灯油火链,都贵嘛 你的费费很重啊,厨房这么多人 所以如果你一间酒楼 没有满市,没有饮饭做的话呢 真是顶不住的 你只靠 朝早和中午 茶市,午市 是苦苦经营啦 满市他都说没有人,其实都很可憐的 不过这样的价钱 有时都挺难 叫到人进去啦 那时候你要瑶柱蛋白炒饭 八四八元 不如过隔壁街吃两宋饭 可能五十元还有炒 又或者快上快落就去 不是大家下 快上快落大家下不行 那又不是 可能去泰兴那些 都有类似这些小炒 但是他就不用拗你一棍的 咦,泰兴是不是加一的? 茶加一一定不用先 泰兴是不是加一的? 那个泰兴,好像不需要啊? 我忘记了 邦友可以补充一下 我看到有些人都会说 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不知为什么 明明这些东西 你都没什么人了 我都不知为什么你的态度招呼这么差 你天生是这样 我来吃饭是被你骂的 有鬼哥这样留言说 你这间酒楼的适应态度非常之差 父亲节那天订了位吃围菜 准时去到 等了半个小时都安排不了位置 还说投诉我 随便吧 哇,困到你啊 这样的? 好啊,就是没有下次 谁知道这么快 真的倒霉 真的恭喜了 原来有这样的经理 这么难怪的 是不是呢? 有些人会说 又说有熊猫经济 为什么都要倒霉 记住 我都有时见到政府 说什么什么经济 能不能够引人来看熊猫 然后就带动香港的经济 因为有熊猫 但我不知道 人人就不同了 我自己试过去看熊猫 你说熊猫经济这件事 麻烦,哪个人说出来 叫他出来,你有没有自己亲身试过去排队看熊猫 我有啊 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怎样 哇,热得热得一样 排队进去看熊猫 是很舒服的 因为那个冷气非常充足 熊猫 住得很舒服 凉得来又不冷 冷得来又不会很热 总之只是说一声爽啊 那些这样的 如果你来看熊猫的时候 因为熊猫不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 可能他躲在一旁 我试过去看过两次还是三次 看完都只有他的屁股 他把屁股扯着你 没错 如果你山长水远来到香港 只能看到熊猫的屁股 看到屁股也不要紧 整个屁股都是又啡又成的 那你不明白为什么 这个是避免不了的 其实没有人专门替他问的嘛 不过现在有多了两只熊猫BB 又不一样的 那我不知道 如果熊猫BB是这么大的事 你来到就看到他在睡觉 你说能不能整件事 就很不得了 只是自在看而已 你本来看不到 你本来看不到 最惨的就是大部分是睡觉 很烂的 那他没什么要做 两只都玩就睡觉了 你幸好没见到他 坐在那里吃粥树的粥 一条条粥 如果不是的话 你幸好才能见到 你不幸是看不到的 我是没见过 他是活动得很开心的 我是没见过的 其实我见过几次了 我是见过的 不过很久以前在海云公园 那应该是在咬东西 就像吃咬借咬粥 其实你见到真正的熊猫 你才知道 他是没有想像中那么有趣的 其实熊猫是挺凶猛的 是的 他是挺凶猛的 他的爪很大力 一爪到你就立刻戒开了 好像刀锋那么厉害 撕开你两半 哎呀 两体 始终都是国宝来的 国宝也是动物来的 说到最底 他都是可以说 属于是野生动物来的 他不懂得跟你说人情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说什么红猫经济 这些是否真的叫做 吸引到很多人来看 还是怎样 带旺了整个城市 那当然不行了 到最后都要说回你自己 自身究竟有些什么 吸引到别人来到旅行的时候 再会来光顺你 这个才是核心 你不可以说有红猫经济 就会样样都行的 那难道连殷儿B仔买棺材 都会拉高了营业额吗 不会的嘛 你红猫经济是 可以吸引到人流来 那些人来到 吃了这些东西 或者感受过那些服务 而感到满意 继而再由这些人 去再介绍给其他人 再带多些人进来 那就真的产生得到红猫经济 但是如果你红猫经济 带了人来 接着吃完这间酒楼或者这间餐厅 接着吃了一套气的 东西又不熟的 又生的 那别人就唱回来 告诉别人千万不要再去 是找鬼笨的 红猫看完了 接着去旁边吃东西 怎么这么难吃 以后都不理了 那就不错了 那就做不成红猫经济了 没错了 好了 今节我们先讲到这里 记得想法就不要这么单日 好了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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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